如为誓言 愿受罪严厉之制裁 完成宣誓陈姆勒萨伊拉勒格安的身份 现在是屏东县议员 正式成为议会议分子 议员同仁纷纷向他道贺 陈姆勒萨伊也一一握手致意 县府官员更不忘送上祝贺 县长潘孟安还和陈姆勒萨伊 一起前来官里献花的亲友 一块合影分享喜悦 潘孟安笑说 陈姆勒萨伊两年参选三次 终于如愿 珍视媳妇而熬成婆 听来像是玩笑话 但也道出陈姆勒萨伊艰辛的参选路程 他参选这一届三地门乡长失利 后来三地门乡长徐阿桃 因为涉及会选被解职 又投入补选落败 有限议员龟小慧顺利当选 龟小慧上任乡长后 陈姆勒萨伊又投入议员补选 终于脱颖而出 两年三战最终获胜的结果 让他感到欣慰 所有参选的人 没有像让我这么艰辛的 但是幸运的是在哪里 人家选三次要花八年 我选三次花两年 那我的任期因为只剩两年半 我可能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因为我的当选 我很不容易 很多人对我的期盼 大家也都用放大镜在看我 所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陈姆勒萨伊说他的当选有着重大意义 代表跨越蓝绿 部分贵族平民也超越部落 因为二十多年来 没有非三地村的人当选 也是跨越了村庄界限 三地门乡的乡民在这一次 要拣选一个可以适合担任 民意代表担任议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三地门乡 一直处在目前比较停滞的状况 我们希望我当选议员以后 我跟龟小会乡长 还有中复来主席 还有十个村的村长 会共同努力 尽快赶上其他乡镇的脚步 来改变我们三地门乡 补选成功 但陈姆勒萨伊的任期只剩两年多 为了不负选民期望 他强调将把每一天 当成最后一天来为民服务 希望付出加倍心力 落实服务工作 也要和地方携手合作 改善三地门乡发展落后的困境 为地方以及屏东县的繁荣而努力 屏东新闻菜类夸张正好 采访报道